你好 歡迎加入華視夜間新聞 我是林柏堅 投料消息 帶您看到最近國內治安 真的是頻頻亮紅燈 那麼為了遏止暴力棒球風 內政部長徐國勇說 警政署增列物的註記 也就是說林檢發現車內有刀瀉 有球棒都可以依法扣留 還有註記 然而這句話就引起棒球迷的嘩然 他們嘲諷說 難道警政署 是要先記下民眾的專長 好組成新的中華職棒隊伍嗎 對此徐國勇出面澄清 說如果是一般的民眾 就不會註記 打開後車廂數一數 有超過十隻以上的棒球棒 身材高大的國宏 也是知名的棒球頻道主 影片還找來朋友 一起開箱球棒 但像這樣的球棒 近來卻成了街頭鬥毆工具 內政部還一度要警方 如果有發現就要註記 無奈的話不少 館長也說要總統立法處理 讓內政部長徐國勇澄清 對人他產生的這一些 攜帶的這一些物品的時候 我們要予以註記 只是針對棒球棒 地下錢莊分子 博裕分子 電信炸機的分子 所以一般的民眾 你要打球 你帶著球棒 都沒有問題 只是治安變差了 棒球棒成了網友第一名的防身器具 不過新北市有男子以辣椒水成功反擊揮棒歹徒 也讓辣椒水瞬間要升第二名 此外還有防狼噴霧甩棍鐵錘等 都榜上有名 民眾對治安實在不放心 行政院二十三號下午四點也召開 治安會報 看能不能真的提出有效辦法 華視新聞張志勤 彭冠霖 張道勇 台北報導